8月29日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率团赴上海 参加2023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并进行市政交流参访 当天上午抵达上海 蒋万安一行下机后直奔阳山港区 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参访 我们刚刚一下飞机就到两个行程进行参访 印象非常深刻 这一次我们看到它第四期的工程 全面的智慧化 而且它的整个通土量 在包含上海港口是全球第一 看到这些智慧化 不管是它的调挂 还有载货车等 全部都是如人驾驶 蒋万安表示 目前台北也在推动工车全面电动化 两座城市都在朝着创新开放 以及突破的方向进行一致性推动 针对即将举行的2023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蒋万安表示 希望透过双城论坛的平台来促进市政交流 我再次强调 在大环境越困难的时候 在两岸关系越紧张的时候 越需要交流沟通以及对话 这是我坚定的历程 我相信这也是我大部分台湾民众的期待 当天 上海市市长龚正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 对蒋万安市长及台北市朋友的到来 表示热力欢迎 会见时 双方交换礼品 上海赠于瓷器玉兰花开 寓意合作共赢 台北赠予以回收玻璃原料制成的花瓶 呼吁本次论坛主题 新趋势新发展